基本上就是說 他除了我們剛剛講的沒招之外 其實就是剛剛講到 他現在還有一個很大很大的 一個初選的壓力 他可能現在還沒有時間 去想到大選 他不管什麼壓力他只有一招 就是兩岸跟打韓國瑜 他也沒別招了 所以大老講的也沒有錯 就是很可憐 但是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是誰造成他今天的可憐 就是說其實是可悲 我覺得不是可憐是可悲 蔡英文他的確面臨 很大的一個初選的壓力 今天他拿著總統的這個公器 在打他的初選 其實也很可悲 而且他還用得很不好 法律也不是像他所說的 要再增定法律 其實也沒有合理性 也沒有正當性 然後米娜很快就要失去政權了 修了也沒有用 要過也很困難 然後你這時候針對韓國瑜 去修這個法律 其實也非常的難看 但是蔡英文 我認為他這個時候 他心裡面最大最大的陰影 應該是賴清德 他還沒有想到2020的 1月11號還很遙遠 他要先過了4月份他的初選 那賴清德每一天他都知道 蔡英文知道他的軟肋是哪裡嗎 就是獨派就是申慮 因為獨派申慮認為蔡英文上台之後 令人大失所望 那就是沒男沒女 如果沒屁股 不敢台獨 講穿了就是這樣子啦 所以呢不敢台獨也就算了 也不敢特赦陳水扁 所以陳水扁對他 他從來轉綠 就是蔡英文從國民黨到民進黨 一手就是陳水扁提拔的拉拔的 他居然連特色陳水扁都不敢 所以蔡英文你沒看 他在出國訪問的時候 他還接受深綠電台 台灣國的訪問 這是夠不倫不倫了吧 他還好意思講人家不講中華民國 他還接受台灣國的專訪 他用中華民國總統出訪 他還接受台灣國的專訪 你就知道說他是多麼的苟急跳牆 因為他知道他書賴清德的 就是這一塊 就是深綠的這一塊 那他也不能夠說現在亡羊補牢 馬上宣布我馬上特赦陳水扁 他也不能這樣做 那他怎麼辦 那韓國瑜去到兩岸 其實就是最大的打臉跟破功 就不像你說的這麼嚴重 講了九二共識 我們好像主權也沒有少一塊 老百姓也沒有因為這樣子 我們對岸就要對我們 要把我們這樣 生吞活潑 聽吃路 好像也沒有 大家也是笑笑很高興 也拿了很多訂單 高興去 快快樂樂的出門 平平安安的回家 好像也沒怎樣 沒有像你蔡英文民進黨講的 這麼嚴重 你維持現狀也維持不了 我們什麼都賣不出去 自己作困酬成 那他就是破功了蔡英文 這個時候你要拿他沒有皮條 在民進黨內的勝率就更看 你的總統實在是 你不要做好了 你就不會做 你又做不來 你就每個人都不會好 還是換多少錢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 他內心就有很大的 這個壓力跟陰影 所以主權判判 也是要演 不然要怎樣 演得很判判 所以這個演得很難看 他要演 不然的話怎麼辦 我是覺得蔡英文 我忠心的認為蔡英文 應該自己退選 他硬要在那邊跟賴清德 才會一直演 這麼難看 自取其辱 自我羞辱 他不等到他輸給賴清德 現任總統被拔掉的羞辱 他現在每天都在羞辱自己 不是嗎 他每天都在羞辱自己 他要尋求一個最有尊嚴的方法 就是總統的高度 我要改革沒辦法 老百姓跟不上來 對不對 那我該做的 我該打的仗我已經打了 老百姓不買單 那我只好讓賴清德去選 民進黨從全黨上下 就欠他更多了 你起碼維持住一個總統的尊嚴 你就不要再拼下去了 你拼下去 雖的是韓國瑜 你每天這樣子隔海騷擾他 不停的騷擾他 那韓國瑜要怎麼樣 理你也不是 不理你也不是 這是很麻煩 所以中華民國也是一樣 你不要說韓國瑜去大陸 在台灣你都不講了 你有什麼臉跟資格去要求別人 在國外在大陸講這個東西呢 大家都有資格 只有你蔡英文沒有資格 而且蔡英文在質疑韓國瑜的時候 還講說 韓國瑜很在意中華民國 你要告訴對方中華民國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錯 韓國瑜不會講中華民國台灣 韓國瑜會講中華民國 因為我們的國號 不叫中華民國台灣 你自己叫黑白 你叫人黑白說 這是什麼總統 你真的有夠亂的 外患罪內亂罪應該是他吧 你總統自己違憲違法改國號 你是改給誰看的 老美看的嗎 你改給誰看的 你跟誰有密約 你跟誰簽了密約 你們這些人通通 偷偷摸摸的跑進白宮的大樓 雖然好像沒有進去 可是你們都跟人家講說有進去 我們沒有看到你們進去 你們有進去 那表示你有密約了對不對 打報告 打報告 到底跟老美講了什麼 這不是莫名其妙 又非常好笑嗎 而且韓國瑜只是個市長 他為什麼要去那邊一直講這個 他又不是中華民國總統 等到他總統的時候 等到韓國瑜做總統的時候 來這裡表演給民進黨看 怎麼在這個大陸對方的面前 怎麼樣彰顯中華民國的主權 等著看 如果想要學的話 給韓國瑜一個機會 做機會教育 教學一下 讓民進黨好好學一下 退選就不太好看 因為在四大佬 民調後背拔掉比較好看嗎 這個四大佬 勸他不要選的時候 我就在第二天我就覺得說 蔡英文如果從頭就不選 對大家都好 對國民黨也好 對民進黨甚至對科幣都好 但是他聽不進我的話 所以走到今天就是難看 我認為現在有一點 我們必須非提不可的 就是說民進黨很在乎主權牌 跟九二共識牌 九二共識牌其實是主權牌 引申出來的技術面 我認為如果民進黨 真的要修法的話 應該在港澳關係條裡頭 要加進一條就是說 台灣縣市長級以上的首長 或者是議會的民意代表 到了對岸以後 對官旗相等或者以上的官員 一定要提到中華民國台灣一次 或者是跟對方敬酒的時候 一定要說祝中華民國國運昌龍 一次 要不然回來要罰款 立法院修法有這麼歡樂嗎 你真的好像有一點 幽默感是少了一點 人家很陷重的在問 我怕觀眾誤會 因為民進黨所營造的 這個主權牌的強調 其實國民黨也有壓力 所以國民黨那些大牌的 譬如說連鑫 宋楚瑜 到了大陸以後 也要早一點機會 稍微就是找機會表達一下 要不然就是回來悠悠之口 難以交代 所以通常國民黨的大牌 將來後來你變成大牌以後 你要想想看要怎麼表達 才會比連戰或者宋楚瑜好 現在大家都在等著看 韓國瑜怎麼表演 韓國瑜已經表演完了 但是現在是有兩種以上的講法 過去的講法大概都在中山林前面 就繼總理的時候 或者是到北京香山的 衣冠總的時候 他們就會提到說 先生締造民國 然後最後就 也不會寫公園 他寫民國紀念 他也不會寫中華民國 寫書法的時候 他就稍微就是這樣跳過去 那種講法是一種 是一種取巧的講法 因為講先生締造民國 這是歷史的陳述 所以我這兩天都講說 韓國瑜有沒有講中華民國 其實他也是一樣 也是講1912年 孫中山先生締造中華民國 這個也是歷史的陳述 我說這個不是正正規規的 一種各表 我這個講法 還是全台灣第一個講法 其他的講法 民進黨的講法就是說 你當面沒講 他走了三小時你才講 他是說沒有對面 他強調的說你沒有當面 我強調的是你是講歷史 沒有講一中各表 現在問題是 到底你真的要講到什麼程度 你才會滿意 因為我們的人去那邊 真的非講不可嗎 藍營的講法說 他們的人過來 也沒有講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沒有講PRC 這個辯論的方法 綠營的聽不進去了 綠營的就是說他是大國 他以大對小 來我們這裡表不表 我們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小的對大的 我們多活都活得很困難 所以有機會你就要表達 有機會你就要表達 但是問題是 韓國瑜跟劉潔一表達了 真的表達了 又有什麼好處 對不對 因為北京也知道 我們這邊的中華民國派 口口聲聲就是中華民國 所以韓國瑜硬是要逼他 一定要講中華民國 還不行 中華民國台灣 這個其實實際的用途不大 但是這個是民進黨綠營裡面 非常堅持的一個點 我剛剛跟林左水 在另外的一個直播的節目裡頭 林左水 你看台獨理論大師 他也堅持這一點 說如果你不敢講 你那個九二共識一中個表 你那個個表是假的 你那個個表 個表如果要正的話 你要面對面 而且在公開場合 要講給第三者 或最後最好是一大群人 都聽進去了 這個算 這個算 如果你這個都不敢講 當然你這個都是騙的 他的九二共識是一中 你說你的九二共識是個表 他也沒表 所以你又被他欺負了 你又被他 你的委屈跟著 我聽你伸張好了 你這樣是不對的 所以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講法 我的講法是說 你講歷史 沒有個表 民進黨的講法是說 你在他離開三小時以後才講 還有一個講法 還有一個講法也滿生動的 他們是講韓國瑜的主權觀 跟韓國瑜的歷史觀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初衷 中學教育完全一致 因為他們的教科師就是這樣寫 就是說1945年中華民國死了 19幾年怎麼什麼死了 我唸的也是 所以那個死了 就不再有中華民國 不是 那不是 1912那不是 1912創立了中華民國 不過講1945中華民國死了 這件事情 韓國瑜沒有講 他跟我們有講過這件事情 不是 你不能這樣辯論 這叫異曲同工你知道嗎 差很多 因為韓國瑜講的1912 中山先生締造民國 那是歷史 但是韓國瑜有一點 比連先生跟宋楚瑜 稍微高明一點的 為什麼 他在底下馬上講說 我是中山先生的信徒 信徒 中山先生做的東西 我相信我的中山先生的信徒的話 那個就是你們不聽也知道 就是我接受 繼承下來的 我們以前常講罰筒 說比較難聽就是 中山先生所建立的罰筒 我是他的傳人 有這個意思 但是那個講說歷史觀 主權觀 是跟大陸一致的人 就是說你說的是死的 你說的是已經過去了 並沒有伸張 我們現在台灣政府 所要表達的 我們是中華民國這個罰筒 領土給予原來的固有領土 只是現在自權所決的地方不一樣 這點 現在目前國民黨會大腳 大顆的 起到大陸 當然都有他的 就是說你沒什麼北方 你如果跟北方 以後就難相處 以後恐怕你也不能來了 而且以後恐怕我也不跟你握手 說的是難聽 但是因為彼此如果要心存善意的話 就不應該這樣 但是回到原點 為什麼有這個差別 為什麼有這個差別 因為民進黨的基本原則是抗中 國民黨的基本原則是合中 合中 如果你是合中的話 你就不可以這樣 你要抗中的話 你當然要找每一個機會 都要表達說 本人就是中華民國台灣 不然你是要怎樣 你不可以這樣 我覺得這個關鍵是在這裡 但是有各種不同的講法 一個說你不在場 一個說這是歷史 還有一個說你沒路由 都可以 但是你覺得這個講 沒有道理算 沒有道理吧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這樣的講法 在選舉不管大選還是初選 有沒有票 有票 到底有多少票不知道 是有票 容許我回應一下 很簡短的回應一下 國民黨過去是怎麼思考 跟處理這個問題的 就是說從連戰到馬英九 是怎麼思考跟處理這個問題 他剛好跟大家所想的是相反的 事實上過去國民黨的領導人 並不是很在場 或者是很在意 公開表態 然後在乎台灣選民選票的看法 所以才會有說你有沒有公開講 還是私下講 還是在哪裡講 這其實是一個選舉的操作 國民黨領導人比較在乎的是 怎麼樣真正的有在處理兩岸關係 所以第一個 私下都有當面 不管是習近平或是胡錦濤 連戰 因為馬英九他只有在後來公開見面 都有當面說 你們必須要重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那麼兩岸未來要和平 要談判 要互動 要交流 這件事情是關鍵的 那這件事情的關鍵展現在哪裡 不在於說 我有沒有勇氣公開的 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 在北京或者是在他們的領導人面前 講中華民國四個字 我們就說國民黨的人 不是這樣講這件事情的 而是說 第一個兩岸關係要走下去 你必須正視這個事實 了解台灣人的歷史的處境跟心情 這都是連戰 他在中南海的時候 當時跟習近平 對不起 當時跟胡錦濤 後來跟習近平都有講的 那關鍵在哪裡 關鍵不是在北京講或在台灣講 關鍵是中華民國有沒有辦法 參加國際活動 有沒有國際空間 所以不管是連戰 或者是馬英九要爭取的 不是那個一時爽的說 你看我敢在大陸講這個 我說實在 所以選舉不容易選贏 對 這是選舉民粹 某個程度也很幼稚的地方 但是他們為什麼 我剛剛講的國際空間 到馬英九說的兩岸修兵 就是說在這樣子的一個 兩岸狀態之下 中國大陸你必須給台灣國際空間 否則台灣人是不買帳的 就算有九二共識 這跟台灣的歷史處境 跟台灣的心情 跟台灣的想法 感受是很重要的 所以實際上 我們有沒有辦法國際參與 這也是為什麼後來 在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老共的確友善的開了很多道門 讓我們有很多國際組織 都可以去參加 但是老共有沒有憂慮 有憂慮 因為台灣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我雖然相信國民黨 我們建立了這樣一個默契 我不會講破 我不會逼迫你說 你一定要讓我講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也不會怎麼樣 我在國際空間上 也給你一定的空間 可是有一天民進黨回來怎麼辦 有一天民進黨都不認怎麼辦 有一天民進黨說要台獨怎麼辦 有一天民進黨 連中華民國也不認了怎麼辦 所以我不可以給你永久的會籍 我不能讓你中華民國永遠參加 因為有一天換了 有人要借中華民國上市 這是北京的想法 我只是要簡單的回應一下 我們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好像只是說 你敢不敢去那邊講 去 不過沈到了分析的是 在選舉當中會發生的效應 我最後 我真的 你不要否認這一點 是否要 我沒有否認你 你講什麼也不重要 我只是要告訴大家 我care的是 國民黨在思考這件事情 連戰跟馬英九 要讓大家知道的是說 在大陸講中華民國這四個字 一點都沒有困難 大家把它講得好像說 這是一個多麼怎樣的事情 那是因為大家不了解中國大陸 也不了解 我一分鐘內回應完 一分鐘 好 陳水扁這樣的 陳卓水這樣的講法 林卓水 林卓水這樣的講法也不公平 陳水扁去北京 他也沒有說中華民國 謝長廷到廈門 也沒有說中華民國 賴清德去大陸訪問 也沒有說中華民國 陳舉到大陸訪問 也沒有說中華民國 民進黨沒有一個人 跑到大陸有勇氣 有膽量 來說中華民國 不管用任何陳述 你腦筋沒有搞通 當你民進黨去 當你民進黨去要求 當你民進黨去要求 民進黨沒有主張 各表 所以不需要講 蔡英文就說要講中華民國 沒有 蔡英文就說要講 蔡英文就說要講中華民國 蔡英文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以前是民進黨的黨主席 都要求要說中華民國 他怎麼不要求他的黨員到大陸 也說中華民國 這樣講話 其實大陸會不會講中華民國 完全是民進黨操作出來的 一個廉價的假議題 但是大家都跟著民進黨 在那邊無聊的 繞著這個無聊的議題 浪費大家的事 非常有聊 我跟你講 民進黨就直接把你吐槽 說你的各表是假的 這樣而已 所以是一個選舉的工具 所以是一個選舉的時候 政治操作 社交人員 他說我 troisième 做到了 tit用